8月28号 星期二 欢迎收看《活力加油站》 我是丽婷 那么这个国庆的气氛是越来越浓厚了 所以《活力加油站》这几天都在准备着 国庆特备之我们荣耀 那今天我们的荣耀是特别地金光闪闪 因为是现场是星光翼翼 待会有几位美姐会上节目来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心路里程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留守我们的节目 来了解一下他们背后的 在镜头背后的故事 那现在先把时间交给维宾 是的 来看什么这个学习环节 就是常见俗语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句就是 余音绕梁 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吗 指的就是从这个字面上 就是说这个歌唱的停止之后 这个声音还在乌梁那边回绕着 久久不去 那也形容歌声音乐优美 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那之后呢 也被承用来这个比喻 这个诗文的意味深长 耐人寻味的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句话呢 其实相传战国时期 一位叫做韩儿的女子来到寄国 那一路上呢 非常的饿 所以呢 他就这个断粮好几日了 那他就在那边卖唱 可是呢 因为他没有钱 入住这个旅店 被旅店的这个老板欺负 他过后呢 就很悲伤地 就在一面走的时候 一面唱着很悲伤的歌 结果呢 这个旅店它的这个悲伤的声音 就云印绕梁了三天 久久不去 结果很多人呢 一到了这个酒店 就感觉到一股的哀伤 大家呢 甚至是哀伤到 这个去到吃不下饭 睡不着的这个程度 搞到这个旅店的老板 结果没有办法 又再把他请回来 请他唱一首欢愉的歌 这样子呢 老百姓才开始又快乐起来 所以呢 过后就有这个 《鱼印绕梁三日不绝》的典故 用了就是来形容美妙的歌声 和音乐的魅力 当然 如果现在是农历七月 你去那家礼店哦 人不在了 歌声还在绕三天 快点班哦 不要住好不好 那今天呢 是陪我们这个 国庆日特备 我们今天又请来三位美女 跟我们分享她们的心路旅程 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 追求成为世界小姐或环球小姐 相信是许多女孩的梦想 我国也有不少本地女星 都是在选美比赛中脱颖而出 从此也拨下了 她们进军娱乐圈的种子 有些甚至还扬名海外呢 来自槟城的21岁女大学生 Jane Duell 以出色的表现 摘得2018年 马来西亚环球小姐 选美大赛的冠军 目前就读商业系的她 可说是财貌双全 接着将代表马来西亚 参加世界环球小姐的总决赛 在2013年 夺下大马环球小姐亚军的 Natalia 黄彩玲 不仅是活跃于 时尚界的人气超模 还是电视主持 演员和舞者 在新马两国拥有 不错的知名度 同兵玉是2006年 马来西亚中华环球小姐 比赛的冠军 两年之后 她正式踏入了演艺圈 参演了几部马来西亚电视剧 并且进军新加坡 如今在国内外演艺圈 闯出名声 究竟得到了 选美小姐的冠军头衔之后 有多少个美姐 依然能够凭着 自己的气质和实力 在娱乐圈发展呢 《火力加油站》 今天就请来了 我国曾经培育出的美姐 马上来听听看 她们的故事吧 今天我们这个摄影棚 雁光四射 当然雁光不只是来自我跟维兵 其实是来自两位美姐 那腿很长 坐下来就没办法看到美腿 但是看样子 那个气质几乎是满分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外镜 可以看到她们跟我们坐之间 会有距离 有没有 所以感觉 欢迎两位 是 欢迎Natalia 好让这个身高 身高的这个比例 隐藏掉吗 对 不可以太过明显 是 那Natalia我们知道呢 彩琳她是2013年的 大马环球小姐的冠军 那Jane也是今年的 环球小姐冠军 刚刚的 对 是 恭喜 恭喜 对 恭喜 是 但Natalia已经出道了 当艺人 对吗 对 是 现在 你现在是参与了哪一些作品 其实我的新电影在新加坡 叫《二三五九 猛鬼并营》 在新加坡已经上营了 在马来西亚10月4号会上演 对 好 谢谢 那个时候你刚当美姐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是肯定是会走入演戏 演戏这条路 其实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走这条路 所以我就参加这个舞台 是有变而来的 对 我喜欢表演 对 因为Natalia是有八分之一这个荷兰血统 所以看她的样子有点这个西方人的这个 是 非常轮廓鲜明 欧哑的脸 对 而且受英文教育 所以我刚才就问她说 怎么你会讲中文 讲得这么流利 现在我觉得还是不是流利 可是我特地被去上海去学中文 十个月学中文 对 所以以前我完全不能说中文了 所以学了上海人的这个上海话的音了 有点庸蓝 没有了 还是马来西亚人 曾经学过钢琴 对 也是一位舞者会跳舞 对不对 是 好 所以其实要加入演艺圈 真的是要多彩多艺 对 所以很侥幸就可以走到今天 对 是 那我们稍后再跟你聊一下 你那部电影 我们先问一下Jane Jane 得奖过后心情怎么样 紧张吗 很紧张 也是很愉快 因为现在我在准备着要去国际比赛 什么时候 十二月 十二月 在哪里 泰国 代表马来西亚 为马来西亚增光 其实我们刚刚换的新政府 是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靠你了 是 不会尽力了 给了很大压力 那你觉得身为马来西亚的美姐 你要凸显马来西亚的美在哪里呢 凸显马来西亚的美 我觉得是我讲话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 马来西亚是我们讲话的方式 就会有很多很多语言 这样插在一起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我觉得反而是凸显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一个特点 那你们两位怎么看就是身为美姐 就很多人一般对于美姐的有一种 特别的印象 对 就会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 可能是好可能是不好 你们怎么看就是会不会说 我就是要证明给人家看说 我不只是有外貓 我是有才有花人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心 使命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需要比较努力的给人看 我们自己的性格自己的态度 然后我们的努力是怎样 或者我们的才会是怎样 我们不是一个展示 对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 靠自己的努力去 曾经有人告诉你们最难听的东西 有什么 就是说可能就是说 你只是靠样子 有没有人家这样讲过 倒是没有 倒是没有 可是他们会 好像说话的方式会有一点点的 比方说怎么样 好像也不是说很难听 但是就是听得出来 轻挑 就是那种会好像是你们便宜 占你们便宜 是豆腐那种 这种音是吗 会吧 一点 一点点 就是一听到你是眉睫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说 哎呀 眉睫 会不会这样 可是我觉得倒也不会这么严重 不会这么严重 在马来西亚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你们一般态度怎么回应呢 就如果人家对你们比较轻挑的时候 笑一笑吧 你以后的给他们那种 然后就避开了 做美女不容易的 真的 没有 因为我会觉得说 因为像很多刻板的印象 就是人家会觉得说 无论你做什么 像你刚才说 你无论做什么东西 人家都觉得说 哎呀 还不是靠死 美色上位这样子 变成像你说要双倍努力 对 那Jane是今年刚才 她在念书 她在念书 会不会担心家人没有反对说 你要进这个圈 他们一点都不担心 一点都 很好 其实我的妈妈是老师 所以她完全没有在担心 她反而非常地支持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平台 去以后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去准备我自己 那你本来的学科是财政 财政和财政 那你得了美姐之后 你觉得你这个专业 会继续在进修吗 还是怎么样两个做一个结合 往这个主持界跑 会往那边 我觉得我比完之后 我会回去读书 因为我本来就在讀书 所以比完了之后 会回去读书 然后可能一边在做模特的工作 或者可能以后有机会 可以组持什么的 是 其实我也是 金融学生 所以两个美女都很会上前 不要搞笑 所以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 我想可以啊 可以用啊 因为我觉得生意是 对 然后金融这个很 要规划计算 对 是很好用的 在我们的演艺圈 还是很可以用的 可是当你进了演艺圈过后 有没有跟你之前 还没有进来之前 很大的一个落差 有没有出入 有没有惊喜 其实 对 有的 有些惊喜 可是因为我们做这个 这个过程是很快 这个美姐很快 电话 对 变化很快 然后我就学很多很多 在很短的时间学了很多很多 所以她可能会了解 我们学了很多 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在多短的时间 学多少的东西 我的过程是三个月 我的是三个月 学什么 学 很多东西 太短 太短 她一定会有 就举例 比如说一张 理太 化妆 化妆 然后 弹图 猫布 弹图 还有最近的一个训练就是 要 训练 那种 只要考脑力那种 鸡爪弯是吗 对 不简单 那你们觉得你们往后会 因为现在你们是在 像Natalia是已经开始了演艺事业 那往后你会怎么去继续规划 你的路程呢 因为美姐的头衔可能很短暂 每年都有很多美姐 但是 那一定也会有担忧说 怎么样去持续那个演艺寿命 我觉得需要找一个人 可以相信你的 因为我是找到很好的公司 在支持我 就是我的管理公司是非常好 所以她就支持我 因为我说我想要当一个演员 主持人 歌手都可以做 可是怎么可以去办一个很好的 形象 可以做 都可以做 可是也是不要 她什么都做 什么都借 太烂 对 对 烂 所以她说 你一开始的时候 先当一个主持人 让人知道你是谁 所以因为我是在Fox Sports Asia 是 那些开始主持人的电视节目 然后我就慢慢地 就是get to know 那个演艺圈这样的 认识导演啊 很好的导演这样的东西 才借我的 演戏 对 我在借那个 二三五九的角色 因为其实我有很多角色 我已经turned down 可是因为不适合我的image 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我觉得是要选择 马来西亚电影吗 或者新加坡电影 是新马 新马大片 新马 OK 合资的电影 对 她现在也是当场的歌手 对不对 是 恭喜 恭喜 加油 谢谢 Najin看过这么多不同的媒介 你觉得你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 接下来的规划 除了念书 那你快要讲 你念完之后呢 念完之后 我当然也希望可以有很多机会 演戏也好 主持也好 或者什么都好 我都愿意尝试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很努力地静修自己 如果有机会了 就要赶快地把握住 然后很努力地从那边开始吧 然后再看哪里 其实我会不会担心说 因为像刚才丽婷说这个她很短暂 对 你会担心说自己回去学校读书 回来过后人家要忘了 对 你是这一届的媒介吗 我觉得不会啦 因为就好像我所说的 你可以一边在读书 一边可以继续地保管 以后你读书以外的工作 其实我还没有参加 MISS UNIVERSE之前 我是这样子的 一边读书 一边再坚持当模特 然后又一边参加另外一个选媒比赛 其实这是我第二个选媒比赛 OK 好 那你现在算一半入行 对 已经入行一半 一只脚踏进去了 是 那跟你之前选媒姐之前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非常大的变化 因为其实选媒姐之前 我的生活还蛮闷的其实 OK 就是上课 上课 回家 读书 然后设计 然后偶尔接一点 接一点模特的工作 然后除此之外 有时候多一点零用钱的时候 可能出去玩 就这样子而已 很简单 很简单 现在呢 现在就是三百六十度转变 可以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人 然后我的工作也真的很有趣 是 你现在工作还包括哪些范围呢 我做了 其实我做了很多 我有好像上节目 去参加节目 对 会不会宣传马一下的一些什么旅游 之类这样的东西 是工作范围之内吗 差不多 然后我还有走那个RUNWAVE OK 所以 服装秀 我刚刚做了那个Kill Fashion Week 因为她的身高还高过我 你身高多少 一七八公 我一八零 高你一点点 两公分而已 我只是没有带我高跟鞋来 可是今天没有带我高跟鞋来 那你觉得你会再加强什么 除了贷款以外的那些进修吗 有时候有哪一些领域 是你特别想要去进修 我现在觉得如果我想要 如果以后在这个领域发展的话 我觉得可能 批判或者市场 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在贷判 然后批判或批判 我跟你说 现在的美女 全部都是级级的 是 有智慧的 不仅只是外表 对 所以今天我们十分感谢两位 谢谢两位 也祝你们虔诚事件 好不好 为马来西争光 加油 谢谢两位 好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回来有另外一位美姐 也好 要跟我们分享她的心路历程 马来西亚民族舞蹈 一 骑马舞 Kudekipang 深受如伯州乌亦子民欢迎的骑马舞 是一个以组片以及动物皮革 编制成假码的传统舞蹈 骑马舞一般由10至15位队员组成 其中一位是领队 使用的乐器包括锣 领鼓和安克隆等等 骑马舞通常都在大型聚会上表演祝幸 舞蹈开始时 所有舞蹈员的动作都是由队长用神指操控 并以热情的神态和活泼的动作 来演绎故事 二 狮子舞 狮子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舞狮了 是黄人民间的传统表演艺术 狮子舞通常有两人合作扮成狮子的样子 另一人是彩球 斗影狮子舞蹈 有的舞狮队伍当中只有男子也有女子 而且还可分为单狮 双狮 高装狮等等 华人认为舞狮具有驱邪屁股的作用 所以每逢喜庆节日 喜欢敲锣打鼓 以舞狮做庆 舞狮子除了是一门舞蹈 同时也是一门集合武术 锣鼓于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 印度婆罗多舞是一种 康称是流动诗歌的经典舞蹈 这类舞蹈被认为是对印度神的 敬奉以及朝拜 所以一般只在庙宇里举行 婆罗多舞以女性读舞表演居多 主要通过舞者的手势 眼神 面部表情以及音乐节派的快慢 来表达思想情绪和故事情节 舞蹈取才与古印度史诗 共有一百多种舞步以及舞姿 伴奏阵容显得简单 只有一名主唱 一名鼓手 一名琴手 以及一名响铃手 邦拉舞是西克教的一种 民间音乐和舞蹈 最初这是一种为了庆祝丰盛的舞蹈 不过时至今日 许多节庆活动当中都能见到它 包括婚礼以及新年 邦拉舞特色幽默有趣活活 刚中大容只要有快空地 一群人聚在一起敲起鼓就可以跳起来了 鼓手站在场地中央 舞者绕着鼓手转圈 当鼓者把鼓锤向上举起 跳舞的人会加速步伐 随着音乐全身快速地动动 并且一只脚着地举起双手 不断跳跃转圈 紧接下来这位呢 是2006年凤凰卫视马来西亚中华环球小姐的冠军 是 其实讲到她每个人都很熟悉 欢迎我们的童兵玉 Christone 是 兵玉你好 好久不见 是 那讲到美姐里头 就是影视作品特别多 你一定是其中一个佼佼者 对 而且她在短短的几年 十年光景 她从马来西亚去新加坡 去到中国大陆发展 对 其实对我来说 还是一直在学习当中 这是真的 是 当初其实你选美姐的时候 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 像有一些人是为了踏入演艺圈 而先用这个铺路 对 你那个时候呢 我其实当初真的是被朋友就是 人家说摆上台 然后就帮我抱你们参加 但是参加了之后呢 其实我当时没有很大的想法想要干吗 因为我反正觉得自己没事做 那就 年轻嘛 对 对 因为其实我是那种 真的很坐不住的性格 我那时候 这个我应该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行业 就是幼稚园老师也当过 然后销售也当过 美容也做过 就没有一个自己喜欢 在参赛之前 在参赛之前 然后每一个工作 每一份工作都不超过三个月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其实应该自己不喜欢吧 因为我父母很担心 他就说你这个样子 你真的是等家的那种感觉 怎么办 真的 每个人都觉得说 你这一副那种 你想等家的感觉 所以那时候就也没有想太多 反正就觉得前面有一条路 那就走吧 就试一下 结果竟然成了你从事最久的一个行业 真的 没有人相信我 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说 你不可能会超过一年 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年的合约嘛 然后结果就十年了 可是我每一次看他的Instagram 我都很佩服 因为你做的那个工作量很大 而且我跟你说他有用不良 他应该是走那个核子能源 他用不我们的能量 你是怎么做到 那是因为一种推动你的 一个热忱就是很喜欢 其实我最喜欢的真的不是当明星 我喜欢当演员 我最喜欢的是演戏 可是你要知道演戏这条路 真的不是说 在马来下边是幸福 对 你要演戏就有戏可以让你拍 对 有时候挺被动的 对 真的是很被动 所以没有办法 你要让自己在这一行的生命 能够延长的话 那你就要可能做很多周边的东西 然后其实很多周边的事物 好像比方说 fashion 还是什么 我真的不在行 我也没有很喜欢 可是你就觉得说 反正你要当艺人 这已经是你其中一个工作 必须要学习 就好像有些人去学唱歌 学跳舞 那我觉得都得学吧 如果你真的一天 你还想演戏 你还想继续走下去的话 那当然现在的同学 大家看到是很风光的一面 那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我知道说你那是受了委屈 对不对 你应该知道 那个委屈你应该知道 我跟我跟我想一下 你那时候参赛是2006年 那你第一次拍戏是2008年 我那两年的空窗期 其实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但是又觉得说还有合约在 所以什么也做不了 结果后来就真的一个朋友介绍 就去戏 结果我戏 其实我戏过很多 很多 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 真的是一个三天的戏 然后只有一句 不 其实不是 我有两句对白 然后我的另外一句比较长的对白 已经立马被删掉了 然后就是在最后一句 你还记得那对白吗 忘了 真的忘了 但是很简单 就是那种起居饮食 很简单的一句话 然后到最后也被删 而且是被骂的删那种 然后后来呢 你那三天 所以你在演什么呢 就是坐在那边人家的同事 大K 是吧 对 就那个镜头在那边的时候 你就要在那个电脑前面 然后就很忙了 对 因为我是同事 我是没有名字的 就同事假 那那个也会让你受委屈吗 这么短的一个信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没用 因为那个导演很会骂人 对 而且你也认识 对不 而且那个导演骂我的那种态度 很凶的 对 不是 对不起 如果他很凶的骂 我觉得我还可以 对不起 我连道歉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叫副导演来骂 然后他就在那个 那个荧幕前面就 你叫他不要讲话了 就这样 而且用广东话就 很挫折 对不对 给我宰狗面了 然后那个戏就完了 叫你走了 我是一个很不容易哭的人 我那时候整个眼光泛泪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都感觉得到 但我不敢哭 因为他已经那么凶了 但如果万一你再哭的话 我觉得就完蛋了 所以你演完那场之后 其实你的想法是 我真不适合这一场 你也想过放弃 对不对 不是想过放弃 我是发誓从此以后 不要叫我演戏 我还说得很 我是就是那种很有力的 回家的跟 所以我真的绝对 不要再叫我演戏 因为我觉得不是人干的 你钱又少 因为那时候你跑龙套多少钱 然后你要等 对 然后等了一整天 然后是难得就站在镜头前面 以为自己有的表现 然后就被骂 然后被删 那后来怎么样 又会有第二部 第三部呢 是什么勇气 哪来的勇气呢 我觉得我生命中 其实在每一个转类点 都会出现一个 一个很奇怪的贵人 那个贵人可能我不熟 但是会突然间出现 博乐 对不对 博乐 对 那个时候那个新加坡的监制 他是香港人 然后我永远记得他是因为 我真的以为从此之后 新传媒不会再找我演戏 可是就突然间 那个戏就打给我 就说其实我们监制 想要见你 跟你聊聊 然后就给我一个十多天的戏 他就说其实我觉得 你还有一点点小小的潜质 他说要不然你就尝试一下 然后我看到你的可能性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的对手是佩江 永远都记得 然后所以他帮了我很多 他就连包括我最不会的 怎么走位 什么什么 他都跟我说得很清楚 而且他是解释给我听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而且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觉得我喜欢演戏 我不想放弃了 然后在下一部的时候 因为那一部我们两个演情侣 然后在下一部的时候 他就演我叔叔 可是就两部戏都遇到他 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每一次见到他就觉得 因为他会过来跟我说 他会带戏 他会带新人 你刚才那个有一点问题 是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因为我觉得你很难在现场 会有一个前辈可以这样教你 所以那句话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不完全对 因为有时候是天时地利人 真的真的 我绝对相信那是天时地利人 是 那你过后这个就一步步的走 然后就去到新加坡 签了 有一段时间签给新转媒 签了七年的 对 然后就合约满的货 就去了中国 是吧 其实我在合约还美满之前 我就已经换了另外一种合作的方式 就是人家说的不投约 但是还是要以新加坡为优先 对 为主 那段时间我真的尝试了几次 就来来回回中国 都拍了一些电影 或者是网剧什么都拍了 可是就觉得说 如果我真的想要打开那边的市场 这样来回不是办法 因为我真的遇过一些比较大的制作 刚刚好新加坡又有戏 那你就两个撞七 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明白 就是说男人钱财替人掌 是 你每个月的薪水 是新加坡给的 那你真的不可能说 因为我接了一个大制作 然后我就拜 我不接 我又觉得做不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放弃了几部戏 但是我觉得凡事都是一个断练的阶段 所以你问我有没有后悔 坦白说我也没有 因为就算当时拍了 可能会有当时的一些状况 所以他可能在我一个很准备好的那种情况之下 那天感觉突然来 就是在谈合约的时候 突然有一种感觉 我就觉得已经十年了 再不走可能一辈子走不了了 就突然有这个感觉 因为以前每一次拿到合约 我们是两年两年制 每一次拿到合约的时候 都会跟自己说 在两年 新币 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感觉 新币 新水 结果是要跨出去 是要勇气的 真的要勇气 然后那时候突然有一种灵感 就跟我自己说 你再不走你一辈子走不了了 对 结果还是很成功的做了我们马来西亚的X1 去到了新加坡去中国 去到中国的时候 觉得说是一个马来西亚演员去到吗 中国有什么有遇到什么困难 一开始的时候有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零 那个是几年前的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是零 而且他们中国的阶级观念很强对不对 真的 而且坦白说 也是分贝啊 对 我没有太幸运 就是说遇到一些是力捧的经纪公司 坦白说都没有 但是我遇到几个很好的哥哥姐姐 就是经纪人之类的 他们也没有签死约 就是没有硬要把你绑在那 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时候我在新加坡有合约 但是一有合适的角色 或者是一些合作者都会call我 然后我就会 我真的就会很兴奋的飞过去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真的也是从小咖开始 就是演一些有的没的 然后但是我觉得最最大开眼界的是 因为那边有很多题材我们没有 好像一些神话 比较自由对不对 一个游戏里面的角色 我记得有一次我演的是一个游戏里的角色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揣摩 因为我不打游戏的人 我不想要怎么去揣摩 像春莉那种 对对对真的 然后又就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就令到我很想要去中国 因为我觉得你不尝试你永远不知道 但是你尝试的当然也未必会成功 可是至少我觉得在人生当中 你既然选了这条路 你就要为自己的人生是 就写满不同的音符的 所以冰玉从目前到最后还延伸到幕后的工作 像最近我们看到你成为了一个电影的联合出品人 那个的工作是什么 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就烦了 你首先你那么就是那么大的一块投资 那你要怎么去善用分配这些钱 然后因为我觉得说我有跟一些就是前辈取经 他说其实一个制片人最成功的不是你那部戏多好 而是你不让投资者亏钱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很风险的事情 而且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就是出歌你知道吗 所以就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再加上一些创作的东西 因为自己本身是演员 你又很想参与 对 所以那种热忱是 即便你 吸引对不对 对你不睡觉 你还是会一直很想要知道 到底你们进度到哪里了 然后你的故事怎么发展 然后我会用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经验跟角度 去跟大家分享 因为你又不敢说跟就你不敢说 我告诉你我的经验 因为我教你也对他 太小了 那对于那些想要往这个方向走的朋友 我们那些年轻的马来西亚的小朋友 小小弟弟小妹妹 你会给他们什么权 其实我真的觉得当初自己是什么都做的 所以我一直很欣赏艺人的态度 就是你先不要把自己框在一个 我要当演员 我要当歌手 还是我要当主持 我记得我来过MTV7 对 对 我跟你说过 Tosco主持 但他不收我 不是因为他太像明星了 明明中注定 真的 但是那时候真的失望 就觉得自己 我真的不适合这一行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行是你的出路 可能你觉得自己很会唱歌 可是到最后歌手不是你的出路 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这一个 我觉得马来西亚真的是 就是一个小池塘 但是我们在这个池塘里面 你要怎么发光发热 你不要把自己去 局限在一个任何的领域里面 什么都做 你肯吃亏就是... 所以要吃亏就是占便宜 这个就是他所讲的 是 而冰玉呢 正正是就是在这个美姐的代表当中 让人家看到说 可以有样貌 也有实力的一个代表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冰玉上的见识 谢谢 真是恭喜你了 好 那我们先休息 稍后回来将会有这个 非常好吃地道的马来西亚甜点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火力加油站 又是分享福利的好时刻 今天我们有请Chevy Chevy 你好 是的 在广告前我说 今天做的是地道的马来西亚甜品 对… 好甜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肩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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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地道的美食 其实这个我们一般 我们在市面上有卖很多不同种类的 对… 你会挑选什么 怎么去选 我会挑选那个柿会比较美的 好的 不要太过粗的 对不对 对… 因为口感不好 对 可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个肩堆 你的肩堆有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这个我们把它变成蛋糕了 一直没听过 你们吃的就是水状的嘛 就好像糖水这样 这个是一个布丁来的 好 就是我们称为叫Panna Costa 对… 它是一个肩堆的蛋糕 好 也不是蛋糕了 它是甜品 但是它好像布丁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Mulaka Suga 磨成粉 Mulaka 但是是磨成粉 比较容易煮溶或者冷酵 自己磨吗 来磨就可以了 放进Mulaka去磨 对 好 用Mulaka的原因是什么 比较香甜 也是马来西亚 对 而且它味道也不同 跟黄糖不一样的 更香 它比较香 对 它的味道香 很多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布丁粉 布丁粉 对 什么功能 什么作用 它给它凝结是吗 给它凝结 给它好像布丁这样子 好像有点像宴菜那种口感 Jelly这样子 好 然后这个就是牛奶 牛奶 然后这个是椰浆 椰浆 那个是维冰奶油 冰奶油啊 维冰奶油 维冰奶油 对 就是动物鲜奶油 好 这个是用冰奶油 所以是马来西亚的邻果 不要偷 然后还有一样东西 不要说是你们的 还什么 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水 我已经煮熟了 这个 对对 但比例多少 比例是100对35这样子 OK 椰糖 对 你可以 如果你觉得甜的话 你可以再煎一点 可以自己配合 但是 自己调啦 我最基本是100克这个水 然后35那个 马来西亚的水 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椰浆 椰浆 对 因为这个等下我们要放在表面的 给它有一层凝固在那边 但是这个是动物性的吗 这个不是 这个是椰浆 Jelly的 是吗 鱼椒粉 鱼椒粉 就是给它口感更Q弹 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 好 可以 然后我们做这个是很简单 就是全世界最简单的 全世界最简单的 好 怎么做 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放在里面 好 让你倒 混合起来 要搅要什么吗 要 我们要煮 要煮 OK 来 给我借我一下 OK OK 不浪费 秉持着不浪费的精神 这个它很简单 而且我们也可以变味道 怎么变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 油奶 椰浆 椰浆水拿掉 然后也要放芒果 苹果 这只要放什么口味的 就可以加进去 在这个时候加吗 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加 最后的时候加进去 也是一样 就是水装的 它是可以加进去 所以这是什么时候加 现在吗 这个是我们煮到40度先 40度 它就可以融化 我怎么知道它是40度 大概是有那个腌这样子 好 没有腌了 就是40度 就是一般那个 你把手指放进去 开始烫了就是了 就慢慢加 好 你可以加 好 现在加 加进去 要加完吗 这是多少 这个量 这个是一份什么 加完 几乎是两汤区 然后这个也可以加完 OK 然后煮 煮到它大概是60度 70度这样子 不用煮到滚的 就有五分钟那么久吗 煮到它 它糖 现在融化就可以了 融掉 目测 这样就七七八八了 真的 然后我们就下这个 这个也要下 这个下会融掉吗 对 我现在同样的问题 它不会融掉吗 不会 这个不会融掉的 直接 因为它不是滚嘛 也不用担心了 是下在杯 不是下在这个锅 没有 下在里面 下在锅 然后这个我喜欢吃的 下多一点 如果不是 就是一般普通的 就我这个分量 我下一半就够了 其实要不因为 像很无知的问题 这个 是用什么做的 这个 吃了一辈子 不晓得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基本上我不知道 应该是本状类的东西 因为这个锅 我觉得是代表着马来西亚 对 我们最有名的 芥片小吃 而且我小的时候 我已经时常吃了 是 最有集体回忆的 没有三金星 没有去研究 好 那现在你觉得两样东西 是什么时候下 这个是等一下另外再煮的 另外再煮 然后这个煮好了 我们就倒在这个杯子里面 OK 然后它真的能凝结吗 要放在冰箱 要放多久 就放在冰箱吗 不用 不要放在冰箱里面 就是一般的 不是揭冰那边 就是一般的冰冻就可以了 好 大概四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就可以拿出来了 OK 好 来 现在我们放在里面先 感觉这个马来西亚的美食 应该很简单 对 很简单 但是好像很多人 会像我这样会记不住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 重温一下食物 请回来 你看其实四个小时之后呢 就有这样一杯一杯的小布丁 但它其实是真豆 所以很有马来西亚的那种特色 鸡皮小时的特色 可以马上来尝一下 因为它已经变成那个桃状 所以那口感应该是 端腰端腰的 好吃 像那个 就像我们讲的那个慕斯 差不多它是布丁 然后它吃下去 它就像你吃到的真豆这样 而且它有这个树的 它也比较香 对 它就在上面灵过这样子 我跟你说 没有了这个椰糖就不成了 对 因为他们大时候就是那个椰子 一定要有椰糖 一定要有椰糖 Chef 如果牛奶有一些朋友过敏的话 怎么带你什么可以带你 如果牛奶过敏的话 豆奶是可以的 但是你吃下去 不是那种奶味 而是豆奶的味道 对 不同的感觉 就是全部 维冰菇还有奶都不要 只是全部换成都奶就可以了 分两根就一模一样 一种量就好了 对 好 好吃 我们很感谢Chef Bing 给我们带来这道 这么有特色的马来西亚小食 每个人在家里应该也很简单 可以做得到 我相信我也可以做得到 好 今晚就回去试一试 谢谢Chef Bing 谢谢 那明天呢 我们依然要跟大家来聊一聊 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 值得我们骄傲的人事物 明天是 是的 不过在那之前马来西亚运动一下 因为今天我会有教练上节目 吃了这么多的甜品 就要把它燃烧掉 消化掉 嗨 大家好 我是Josh 来自Super Crew Super Crew 它其实就是充满一个能量的一个品牌 创立这个品牌 除了鼓励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它是鼓励我自己 我们都很注重于我们的布料 它很爱穿 在你穿上去的时候 它不会很日 不会太容易走行 除了衣服 除了T恤 从头到头 我们都有供应 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绍 三组设计风格不同的配搭方式 除了黑跟白以外 黄色是Super Crew 非常主要的一个代表颜色 因为黄色代表了能量 在里面你可以穿搭 简单设计的白色一个T恤 这一个Track Jacket 它的布料是非常的Flexible 当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你不会感觉到热 通常我们的拉链 拉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见那个尺 但是这一套 你就不会看见它的尺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非常流行的Junker Pen 那么你可以看见我们Model在穿的时候 我们的袜子跟裤子 当它配搭在一起的时候 它可以体现出这个Model的眉感 那么这一套就融合了现在非常时尚的设计 它旁边的变线设计是我们特制出来的 所以当你穿这一套衣服走在街上的时候 大家的目光都会在你的身上 好 接下来这一套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SuperCrew的Never Defeated 军装系列 那么Analog Jacket呢 因为它是绳色 所以女生的话呢 你可以穿一条黑色的短裤 如果是男生的话呢 你可以穿一条绳色的长裤 那么这一个Jacket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如果天气非常热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长袖变成短袖 好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非常懒惰 要带包包出门的话呢 这一个Jacket也非常的适合你 因为在前面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大的收纳袋 为了让这件Jacket呢 可以增加它的透气感呢 我们就在这个颈部这边呢 加上了这个拉链 在右手边 我们就添加了这个 Never Defeated的讯息 让你在穿这件Jacket的时候 看起来比较有层次感 SuperCrew的衣服呢 都会在每个角落呢 隐藏一些小小的讯息在里面 就好像这一件的背面的角落 当你穿上了这件Jacket 也配上一双非常亮眼的袜子 整体上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搭配 接下来这一组呢 就是SuperCrew Make It Street的系列 什么除了黑色跟白色呢 我们也推出了橙色 黄色 还有身上所穿的这件蓝色 那么这种穿搭的方式呢 你可以配上一条宽松的裤子 或者是像我这个Jungle Benz 大家都非常喜欢穿紧身的 那么我可以建议说选择宽松一点点 不单只是可以穿起来很帅气 它也可以遮掩你一些身上的缺点 除此之外呢 我们不只在颜色上面做出配搭 我们也将这个SuperCrew的大字 印在我们的袖子上面 如果你是喜欢戴帽子的话呢 SuperCrew呢 我们都有自己一系列的这个Dead Cap 所以简单到来呢 它也非常的时尚 希望大家呢 喜欢我刚才的分享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SuperCrew的话呢 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社交媒体 或者游览我们的官方网站 欢迎回来 活力教育站就是要让大家 活力十足靠运动 所以我们欢迎 叫做对我来说是 获力加油站就是要获出去 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教练 阿昂 你好 阿昂 你好 是 今天我们要做的 有看到这个地上 我们摆了三颗 这个很特别的球 这是什么球 这是我们叫Dynamics Ball 它也是要球的一种 要球有 其实有不同样的要球 这也是要球的一种 OK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玩 对 今天我们第一个 会做的动作呢 就是我们的要求侧抛啦 侧抛呢 通常如果我们在健身房里面 你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呢 其实是可以用墙壁的 对 但是今天我有两位主持人 好 所以示范一下 好 来 好 所以一位要往 OK 我会往后 然后往前 然后把臀部往后推 然后放松手 抛过来 抛过去 又抛回去 抛回去 那我注意到 手一定要放松 对 教练的背是挺的 还是直的 再挺 挺胸好一点 但是背部要稍微往前 对不对 是 就是要感觉到 这边的肌肉也有强 这个叫核心零 OK 好 就第一招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就是做我们的要求深蹲 然后往上抛了 OK 这个你再跟 丽莉琴示范一下 好 来 在健身房呢 也可以对着墙壁给做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做partner的吧 深蹲 抛上去 接了深蹲 抛上去 接了才深蹲 接了才深蹲 对 这可以念你的练习 OK 同样的这个深蹲 就是这个膝盖 不要超过你的脚趾 对 你的脚后跟呢 一定要留在股上 所以深蹲还是要正确 千万千万被把脚后跟给提起来 也不要超过 只膝盖都超过这个脚板 对 要不然对膝盖的负担太大了 对 好 第三个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仰卧起座 是 所以我们就不奉陪了 来 我们请安示范 直接 来 仰卧起座还要加球 对 加球把那个重量 放在上半身 坐起来 手尽量别摔那么多 我现在都能摔不起来 对 有些人需要 我们看到健身班 有些人需要教练 这边坐在他的脚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腹肌还不够强 所以他自己上不起来 对 他们自己上不起来 其实要球可以帮助这些 这些就是腹肌不够强的人 去念 站起来 因为你甩你的手的时候 球的重心会把你给拉起 对 我等一下试试拉得起来吗 好 我们第一个 现在第一个是 我跟丽婷先做 这个蛮有趣的这种健身方式 第一点呢 臀部往后 身体稍微往前 那我也要吗 转去反方向 好 来 接 转回去 再转 来 然后再转过去 要做几下 我们做十下 好 十下 手要放松 六 手要放松 我们用我们的腹部去处理 一 多三下 八 好 那这个球其实 在健身环渝师是有重量的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 多少 最重的一颗 是吗 几几公斤 这是六磅而已 这是最轻的一个 好 六磅就是三二斤 放松 很好 完成任务 来 第二个 第二个呢 你们就会做你的 深蹲 要往上抛 对 一样 所以围兵要注意力挺 所以放在胸前 放在胸前 先半蹲 深蹲 先深蹲 好 往上抛 接了才深蹲 接了才深蹲 对了 我每一次都不对 我应该先接 臀部要往后推 很好 力挺 对了 是 继续 这个对你们女生 尤其是你们要美臀 提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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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要有帮助 好 九 最后一个 好 好了 OK 放下 要停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老人家 要再做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动作好慢 是 他们家里做的是快速 没有 我们今天做示范法的 OK 示范法 放松一点 好 第三个 仰慧起坐 大家一起坐下来吧 这个不容易 是 我现在好像一个人没有成功过 好 这个我先把这个 收音机 麦克风 往旁边塞 对 我也要 调一调那个位置 好 那我们这个呢 马上就要来 面对挑战 往下弹 好 马力 把球拿起 球要动到后面的地上 来 踏下去 好 来 一起上来 一 可以 下来去 继续 二 三 三 我怎么跟你们起来 四 那个不一样 五 六 多四 七 起来的时候呼 是吧 起来的时候吐起 对 八 两个 九 最后一个 好了 好 这对我们的腹肌是超好的 任务完成 我觉得今天是我最有自信的一天 因为三个动作 我都做得到 平时常常都有急的动作都做不到 因为有下该老师说有这个球帮助吧 对 的确是容易很多对不对 对 而且我就是做完第三个 那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边都紧紧了 那老师 这边会不会因为太紧 而就是没有办法放松 我们是有一些拉筋动作 要做的是吗 可是这个是正确的一个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感觉 就是我们做后 我们的腹肌必须要紧绷 这样才是用对的 用对的肌肉 而不是背部紧绷 是你的腹肌 如果我们要把腹肌给拉开 其实这个动作还是最好最好 哪一种 放下来 就躺着 这是可以把腹肌给拉开 这个是我们常在做瑜伽的时候 也有做这个动作 对 它可以放松 背后它也可以放松腹肌 对 就这样子 就是这边的肌肉可以伸展 要把臀部给夹一夹 然后双腿往上拉 好 好 好舒服 是 而且通常我们在做那个 练习之前都会做这个运动 对 你必须要给你的 对 给你的背部跟你的腹肌 给伸展一下 是 好 这就可以缩你的肚囊 马甲线就这样来了 是的 今天我们十分感谢 昂在欣赏给我们做这个指导 谢谢 好 那我们在明天跟接下来 这一星期呢 我们整个星期都有这个 国庆特备 我们陆陆续续会有很多 代表马来西亚的人物上的主意 都是我们的荣耀了 所以记得留守我们的活力交战 明天见了 拜拜 感谢观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